妈妈被诊断 得到这个病的时候 对我们家来说 真的是清天霹雳 看护者 你要承受你的重力 有时候你扛不下 你就承认你 这个系列我们主要聚焦在看护者 也谢谢这些所谓的看护者朋友 透过他们的来信 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我想对他们自己来说 这也是一个书霸的过程 所以很多人 比如说听到别人的故事 听到明德的故事的时候 她就说 谢谢你说出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封陈女士 她写一个我们的信 对 她这里写道 我妈妈82岁 我是妈妈唯一的女儿 我今年也58岁了 妈妈是五年前诊断出失之症的 妈妈被诊断 得到这个病的时候 对我们家来说 真的是清天霹雳 因为一向温柔 乐观的妈妈患病之后 开始出现幻觉 常常疑神疑鬼 情绪也非常暴躁 她不会打人 但常常会莫名其妙地骂人 后来幸好两年前因为疫情关系 我先生的妹妹从国外回来 她之前是学护理的 所以她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除了帮忙照顾我妈 也给我和先生灌输了很多 关于这个病的知识 因为之前她们根本就是手足无措 手忙脚乱的 即使她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或是听了类似的故事 所以我常常在想 很多我的社工的朋友都一直跟我讲说 我们应该做多一些这种 顾客的训练 培训这些 你知道我刚才讲什么吗 我说我做一个看护者 如果我今天 然后部长你来跟我讲 你去这些培训 穿你都熟了 没有 我就觉得我已经很 很忙了 而且很不贴 对 我已经很 已经整个人要崩溃了 你还叫我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 当然那个资讯这些是重要的 重要的 对 我常常觉得我们的资讯其实是要 就是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其实作为很多的那种孩子 我们就应该具备这些 然后等到事情来了 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 他们是有 今天我们 新加坡的政府 政府真的是很好 很多资源 排山倒海对不对 可是那个终结点就是 问题还没有来 我是不会去注意的 对 其实我听你说的时候是这样 也是有这种感觉 有够 就是说自己家人如果没有失智 你会想说 我也会讲 踹个泪 讲我去care giver training 我老爸老爸很好 对吗 对 可是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当时很棘手的时候 你又喘不过气 然后再加上如果人家叫你说 要不要去Skills Future 去WSQ 更生气 对 你不要看我这样 所以我是 今天我这么认手说我哥 就是三十多年的社工经验 碰到我妈妈的 我跟你讲 我就成为一个很无助的 一个看顾者 我要怎么办 还好我周围就有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家里人还是很幸运的 可是那个关键点是什么 看顾者 你要 接受你的隐蔽 你要知道你自己 其实你有时候扛不下 你就承认 嗯 我们碰过很多人就是 捏捏捅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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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以后 谁会做你的看顾者 哎 这个问题 可以不可以 我跟你说 我家里有两个女儿 嗯 还好 生对了 生对了 女儿生对了 真的啊 我每次跟我朋友讲 生女儿就对了 还好 我老公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性格很不一样 是 性格很不一样 没有对与错的问题 有一个呢 就是比较那种 想出去冒险 等等 然后就是 现在岁数还小 可是已经很想 自由地去生活 等等 我的另外一个女儿 我就先不说谁 对吗 我这个要平等地对待她呢 我另外一个女儿就很居家 哦 很居家 然后她会说 她会 我不问她 她都会说 我要照顾爸爸妈咪的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女儿就会讲 这不是工作 哇 那不是工作 没有经济效应 她没有经济效应 她没有经济效应 可是她的意思就是 这不是工作 好 我在想 这是工作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跟我先生 其实心里现在已经很明白了 虽然性数这么小 已经知道 是谁会照顾 两个的圈子 不定的随着成长的过程 可能会变得不一样 也知道 对 我是觉得 我常常跟我朋友讲 我们这一代 我们一看着我们的上一辈的人 我们以前讲 我觉得新加坡有一个好处是 其实我们也有 比如说他们是建国一代 的确是 我爸爸妈妈 我的阿公阿妈那一代 他们为我们的建国 就是贡献了很多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作为他们的看顾者 我们陪他们走这段 他们慢慢地也离开了 慢慢地凋零 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一代了 又轮到我们了 这就是人生的一个不同的季节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够 尤其是 对不起我现在需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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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